杨基战基自六月起,近三个月状况有些起伏不定,其中六月和八月两个月份,善越胜率接不到五成,不过例行赛进到最后一个月,杨基状况有渐入加进之势,今十二日以无比一料到光芒后,近十一战夺得八胜,如今不仅稀乎稳聚美联外卡第一,且与美联东区龙头红瓦间,胜差缩小道只差三场。 由于光芒主场受爱马巨风袭击,使得大都会主场花旗球场比赛难得上演两支美联球队交手的戏码,此意由光芒靠黑气瓦瑞亚,阿德尼,哈喳维利亚,三雷打,二下率先攻破,杨基先发杀胖杀巴西亚,C,C,S,Bethia,封锁的一分,不过到四上,换前三局标无安打的欧多瑞西, J,J,O,D,R,I,V,落难,杨基四上大举进攻,先靠高飞牺牲打汗光芒,三雷守普洛飞,T,R,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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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投身牙最长二,二局无是分锁住战局,我感觉很棒,试着投出更多好球,罗伯生开心说,有后方队友们的守备,让他投得更有信心,有罗伯生的强力后援,与贝腾塞斯,Deline Bettances,和查普曼,Arodis Chapman,三人联手,让光芒从第五到第九局,只在出现两只零星安打,即便杨基随后未能再添分数, 人赢下胜利,为何提前换下沙胖? 杨基总教练吉拉迪,Joe Chirardi解释,他认为沙胖今晚球不够犀利,整场号掉不少球数,下一棒龙格利亚,Evan Longoria可能带来伤害,才做此决定,杨基赢球后,多得近十一战第八场胜利,与红袜间的胜差来到三场,同时在外卡领先第二个双成达四场, 此一两队胜负的另一个焦点,是杨基的艾斯伯瑞,Jacko B. Elsberry,用球棒创大联盟记录,他四上打击时,生涯第三十次因捕手妨碍打击上磊,超越罗斯,Piet Rose,值得一提示,今天美国时间9月11日,还是艾斯伯瑞34岁的生日? 中时电子报